在最近结束的沙特大满贯女单比赛中 王曼玉对战印度选手巴特拉 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王曼玉却在后面遭到对方了惊天逆转 最终连输三局爆冷输掉了比赛 这场比赛输掉之后 印度选手巴特拉是喜机而起 他完全没有想到 自己能够击败这个世界第二的高手 对比之下 王曼玉则是显得非常懊恼 他的状态不好影响了本场比赛的表现 而随着这一次淘汰出局 对于王曼玉来说 在赛后又收到了来自拼鞋的坏消息 对他接下来征战巴黎奥运会非常不利 首先大家知道 在之前澳门世界杯比赛开始的之前 拼鞋曾经官宣公布了 巴黎奥运会女队的选拔规则 如果在接下来澳门世界杯 以及沙特大满贯比赛 两战赛是输掉外战的话 国平女单的这些主力选手 将会被扣除3000奥运积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 在上一战世界杯比赛中 王曼玉曾经取得了亚军的好成绩 他的奥运积分也反超陈梦 有机会拿到奥运单打门票 没有想到这一次来到沙特之后 王曼玉却疑似水土不服 打得非常糟糕 结果惨败两轮游 这也意味着 接下来王曼玉的奥运积分 将会被扣除3000积分 进一步拉大和陈梦的差距 在这样的情况下 按照国按照拼鞋公布的规则来看 接下来只要陈梦能够不输外战 在本次沙特大满比赛取得佳绩 他就完全可以取代王曼玉 携手孙颖莎出战今年巴黎奥运会的单打比赛 这样一来 对于王曼玉而言 无疑留下了非常大的遗憾 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要知道 从2021年开始 其实王曼玉就一直为着这个单打的梦想而努力 2021年奥运会 虽然王曼玉取代刘诗文参加团体赛 最终拿到一块奥运金牌 但是对于王曼玉这些顶级球员来说 他们的终极梦想 肯定是希望拿到最有分量的奥运单打金牌 这才能在自己职业生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这三年时间 其实王曼玉一直一步一个脚印 一直努力向着这个最终的目标靠近和努力 因此 在之前世界杯西拜输给孙颖莎之后 其实王曼玉也非常遗憾 但起码保住了这张奥运门票 谁会想到到了本次沙特大满贯比赛 即将要公布奥运会名单的时候 王曼玉却突然出现暴冷的情况 自己到手的门票也几乎是拱手送人 当然从目前来看 既然比赛已经结束懊恼太多也没有用 接下来只能够去看一下 陈梦到底会取得什么样的表现 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我们国评其他女单主力 一定要以王曼玉作为反面教材 吸取教训不要轻视任何一个对手 尤其针对欧洲或者印度那些打法怪异的选手 一定要引起重视做好备战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您的转发味道 谢谢观看